台股在下個禮拜2023年封關 我們要請教友明哥 在這個時間點 有哪一些在2024年 我們說現在位階比較低的股票 可以趕快考位一下 第一個為什麼我們要考慮到 所謂的低基期低位階的股票 我們先來討論一個哲學的問題 就是說今年2023年的時候 我們統計出上市貴 大概漲幅前20大的股票 當然這個名單給各位 不是要讓各位看著說早知道 如果時光能夠做小叮噹的倒流的話 我們早就買幾檔股票的話 我們也不用那麼辛苦 但事實上我們用這張表的目的 是要告訴各位 你去把2023年的一個報酬率 算出來之後 你來去對照2022年 你會發現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這個奇特的現象就是 這些20大的個股裡面 有一半就是有10檔 在去年度報酬率是負的 是負的 是負的 然後好 那就算它今年 有10檔報酬率是正的 其中也只有4檔 在去年度的時候 是漲幅超過50% 有哪些呢 第一個包含像泰茂 這個去年漲1倍 今年漲4倍 材料去年漲7成 今年漲3倍 然後華新光去年漲快1倍 今年漲3倍 然後再來就是銀邦 一個去年漲9成 今年漲2倍 除了這4檔以外 大部分總共有16檔股票 佔20檔裡面的8成 去年的漲幅都不到50% 甚至有一半都是負的 這件事情告訴各位什麼事 如果這是一個樣本的話 你把它放到台灣的1600多檔股票裡面 如果你明年去選擇低基期的 你的勝率會比較高 因為如果你選擇今年已經大漲過 比如說大漲壓回你再來買的話 你相對來講你只能選到那20% 那我認為明年其實震盪會非常大 因為第一個美國的降息的開始 就是衰退的開始 只是軟跟硬的著陸而已 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你明年還是像今年一樣 等到熱度很強的時候 你再來去買很多股票 這個就會碰到像什麼 枝田信長的那句話 杜鵑鳥不叫 我就殺了牠 然後我去換到會叫的 可是你這樣一直換下去的一個結果 到最後你的績效搞不好很差 甚至搞不好沒有辦法很突出 你應該學德川家康什麼 如果杜鵑鳥不叫 我等到牠叫 等 對 我等到牠叫 那有一些股票 比如說你已經等了一年了 所以這是不是已經等到 快那個開花結果了 對 所以我們看下一張的一個部分 好 美國現在又有這樣的狀況 今年的漲幅都是在七檔 科技股 對 現在已經開始擴散 所以我們說S&P500扣掉七檔 還有493檔最近在漲 好 那這裡面開始最近漲 AI軟體 資訊服務 還有清潔能源 綠能 還有軍工 所以這些東西裡面就變成 我們可以從這一些處女地 這些就有些都是沒漲到的 比如說像軟體股 軟體股這是一塊可以開發的 我們現在是不是就是把 今年度已經漲幅 超過一倍的把它去掉 超過五成的都把它去掉 然後在這個稍微比較低基期 今年漲幅比較沒有的時候 我們要去選擇EPS有的 然後甚至殖利率高的 當然你沒漲到 殖利率就會比較高 但是還是要配息 所以算出來的話 就會有5410的國重跟2480的敦揚科 所以一個殖利率7.37% 一個殖利率5.31% 今年的表現頻頻 明年會不會在AI已經擴延 從硬體變到軟體 甚至資訊服務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說到 如果落後補漲的話 是不是也包括面板股呢 先休息一下 稍後關心